今天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上個禮拜大概把重點稍微回顧一下 那一樣我有把那個上個禮拜上課的部分 錄影放在那個論壇裡面 那理論上我看大部分同學都有加進來 然後只要你讓我知道一下 你是上這個課程的同學 名字至少告訴我一下 學好有同學不知道沒有學好的話 沒關係你就至少讓我知道名字 那上我就會把都會加進來 那理論上你們有加進來的話 Email應該會收到一封信件 這個信件的話呢 裡面一定會有一個我們上課 每一次上課的一個清單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上個禮拜主要 重點是在所謂的那個結構控制 結構控制的話其實就是 怎麼樣去下一個邏輯判斷 一斧 那一斧的話當然有一重有兩重 加一個else 然後呢如果你要更多的話 就elif 一時可以產生多個這個邏輯判斷 特別重要這個要很熟練 因為將來如果說呢 你要應用這個python語言 除了要會要正確 第一個一定要完全正確 其次的話呢就是你的熟練度要夠 否則的話呢 你要用這個程式幫你寫出一點東西 要做一些事情恐怕會有問題 那更不要說啦 要通過這個考試 所以我發現有這個考試最麻煩 最難的地方 就是一定要完全正確之外 還要速度夠快 你不能說你一提想半天 考試的時候 我印象中好像他考試時間 好像50分鐘還一個小時 ok 那當然你要都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你要把所有題目做完 恐怕就是你的熟練度要加強 裡面的話呢 我們上禮拜只要做兩重邏輯判斷 先判斷他是否成年 所以input 請輸入年齡 那年齡輸入進來之後的話 會有個問題 input進來的東西一定是一個文字 一定是字串 所以你一定要轉型 那轉型部分的話 上個禮拜我們特別強調 如果你要轉成整數的話 就int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說你要小數點的話 就是frozer frozer 這個很難寫 如果說你不確定說 到底是int 還是frozer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evil eavl 去做轉型 這個轉型的話 蠻重要 因為將來很多情況一定會遇到 為什麼 因為你進來的東西 假設文字 你沒有轉型正確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去做後續的判斷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其實比較好用還是這個 因為他如果不確定說 你的數字有沒有小數點的話 那其實用evo 其實會比較 不用去擔心說到底會不會有小數點的問題 其他的話還有我們做了一個計算bmi ok bmi部分的話 我有加進就是說 你如果要拖一支援 像雙米號要加進來 或者換行的部分要加進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formator 特別注意 這個formator 其實很像 ecell裡面的格式化 就是你 當然在ecell裡面 上面有很多功能 你可以用點點選選就可以完 但是 在python語言裡面的話 你必須要自己 利用像formator 這種函數 加正確的參數 才會得到 正確的格式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 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這要怎麼做有沒有 特別注意 它的規則一定是 在一個字串裡面 一定要有大瓜糊 大瓜糊後面的話 加一個formator formator的瓜糊的話 裡面呢 你再帶給它什麼 它的這個變數 它變數就會放到大瓜糊裡面 那如果我說 將來你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的話 你就冒號 點2F就可以了 那我們102底的話 要7個字 那有什麼 冒號7 有沒有 點2F 那它輸出的話 就會剛好是7個字 這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這好禮拜的東西 可能要把 這個一些重點 還是要記熟 否則的話 後面呢 類似東西會不斷出現 相關的影片在這裡 所以 回去的話 那假設有一些細節 可能你忘了差不多的話 請各位自己再把它 複習一下 尤其formator的部分 特別是 不是說你 知道了 但是你將來要熟練 而且要正確 最怕是說你好像是懂非懂 其實程式最怕就是說 你好像懂 沒有那種好像的 一定要完全懂 也就是說 你不用混的 每個地方 哪怕是一個點 一個冒號 一個大瓜糊 那些符號 都是有意義的 還有什麼呢 按TAP有沒有 縮牌 像上個禮拜同學 該縮牌的地方 一定要縮牌 那不該縮牌的地方 你千萬不要縮牌 你縮牌呢 他會以為說 你這地方前面是不是有個敘述 因爲什麼狀況發生的話 才做下面的事情 那下面就是 會有個縮牌的敘述 所以 它這個規則 恐怕 要蠻熟的 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繼續再來看 那個 證照的題目部分 所以 要不你可以參考 我們上課用書 要不呢 你直接到雲端上面 看一下那個 第一類的題目 上個禮拜一零二 這個我們做完了 輸入這一個 輸出這一個 OK 所以 最好是什麼 你可以模擬考 假設你現在看到 看到那個東西 要得到下面的東西 該怎麼做 程式其實只有八行 最好是可以馬上看 馬上寫 馬上正確 那表示你是OK的 那如果你又卡住的話 表示你不夠熟練 那其實我覺得這種證照考試 其實不是你一定要是100分 至少你要有個70分的程度 OK 那將來如果你要找相關的工作的話 其實有什麼判斷說你是OK的 你是會的 那當然有時候五口說五憑 最好是什麼 有沒有一個第三方公證單位 出示的證明文件 但是呢那個文件不表示說 你一定是達人等級的 但至少是你是有一定的Label OK 這可能要像你們好像有結業證書 上完課 結業證書也是一個第三方公證 這表示 不過結業證書是你上完課了 OK 但是你有沒有學會又另外一回事 所以去搞個證 你有結業然後又考 考試又拿到證照的話 或許可能會是更加有效用 那再來的話 圓形的面積 這個我們上一塊 主要必須要 這邊特別跟各位講到 如果說你要使用到外部的一些模組的話 你必須使用一下Import Import的序 就是Import什麼 Import什麼 那其實在Python裡面 有蠻多的模組 他都沒有預先幫你Import 你必須說他已經幫你裝好了 但是他沒有幫你直接帶進來 為什麼不把它全部帶進來 你想說老師為什麼他全部都把我載入就好 有個問題 如果全部載入的話 他的記憶體會耗用的非常多 如果記憶體耗用的多的話 相對的第一個你的記憶體佔用問題 第二個的話跑起來效率問題 所以他會採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當你需要的時候 你再把它Import進來就好 但他已經幫你裝好了 可以裝在哪裡 裝那個我們不是有解壓說 不是有Python的資料講 就在那裡面 另外的話還有一些就是說 他連裝都還沒幫你裝 滿多東西在哪邊 在網路上 當你需要的時候 你再去把它下載下來 裝到Python 他就具備有比如說什麼功能 像什麼語音辨識 影像辨識 或者是什麼網路爬蟲 等等的相關功能 那個東西他沒有幫你裝 那你要再學會什麼 學會如何從網路上 把那些模組幫你裝到 那個Python的函式庫裡面 然後你再用Import的方法 把它拿來用 OK 這個又是下一個階段的問題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呢 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在Mess裡面有個Py 這個Py的話呢 就是圓周 我們圓周率 直接可以存3.14u926等等的一堆 當然他這個是很長很精確的 那我們直接可以拿來引用 上個禮拜的話就是輸入什麼 2.5得到這樣的結果 你們考試的話呢 比如說你輸入10 他如果得到這樣的結果 那表示是OK的 所以上個禮拜的東西 也許各位可以把它Run一下 這個104執行一下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呢 輸入到 輸入 特別是 這個題目裡面 Input的後面的話 是沒有加任何訊息 也就是說 同學都比較容易 confused 奇怪怎麼都沒有狀況 到底有沒有執行啊 其實主要是會卡在這裡 那因為這個題目啊 沒有要我們輸入任何訊息 所以執行就是這樣上 然後直接把 輸入題目要的 輸入10好了 如果得到這樣的結果 那表示OK 所以輸入10 End 看一下 有沒有 面積的話呢 是31416 看一下 314 沒錯 那如果輸入2.5的話呢 是19.63 看一下 直在執行一次 2.5 19.63 那沒錯 小數點位數也沒錯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上個禮拜 104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請各位 再往下看一下 這一題的話呢 是公里 什麼英里轉換 那公里英里怎麼轉換 特別注意喔這邊有什麼 他要我們做這個輸入三個詞 哪三個詞呢 XYZ 那最後顯示 那個每一小時平均英里速度 OK也就是說我今天輸入什麼 輸入三個詞 哪三個詞 第一個是 什麼呢 X 第一個詞 所以X等於Input Input 不想要轉型 用EVO好了 那轉進來 特別說這個mini mini是什麼 分鐘 他跑了幾分鐘 然後呢 second 幾秒鐘 幾分幾秒 然後再來的話呢 km 跑了幾公里 意思說 這個選手 假設說他跑了10分 25秒 然後跑了3公里 請問一下 他要的速度 那速度的話 他最後結果要是什麼 最後要英里 他跑了英里多多快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你要把那個公式 那特別是喔 這個地方 分鐘 不是小時 所以你還要把它換算成幾個小時 OK 所以這一題比較麻煩 就是你要換算成小時 然後再 這個 跟那個 他跑了幾公里 去做 所以結果的話是 英里的話是跑 時數是10.8 OK我這邊執行一下 我這邊demo給我 假設我們這寫完 因為五行程式而已 其實不多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輸入什麼呢 他跑了 跑了10分 25秒 10分 25秒 跑了 跑了 3公里 這個有點像當兵的 現在當兵也 3公里 就3000 意思是說3000 3000的話 跑了10分25秒 算蠻厲害的 OK 當過兵器同學應該知道 10分25秒已經算是 很厲害的 跑在很前面的 Enter 時數的話呢 有沒有 他是 英里 10.8 10.8英里 那英里的部分 他有換算公式 所以請各位 稍微把這個題目了解一下 等於是1英里 等於是1.6公里 那我要怎麼寫出這樣的程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106這一題 也就是我輸入三個資料 這個 x是幾分鐘 跑了幾分幾秒 然後跑了多遠 跑了3公里 OK 那請問一下 我的時數是多少 不是公里 是英里 OK 這邊的話當然 一般我們計算是用小時來計算 所以你必須把什麼 把分鐘轉換為小時 秒也要把它轉換為小時 然後呢 再跟什麼 跟他的距離 去做計算 那這地方 我要怎麼樣剛好 可以計算出他的時數 一個小時 比如說 跑了多遠 該怎麼計算